宵夜食的時候,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這一種! 這一種是狗橙塔 一種香草 其實加在什麼裡都很好吃 尤其是加在裝潢的這個蒜蓉腸裡 簡直是Juicy到你想不到的 今天就要為大家介紹這個九層塔烤腸 再拌上薯角看看你夠不夠飽 材料非常之簡單 就有這個我最愛的九層塔葉 薯仔、蒜頭、蜜糖 還有來自美國用新鮮豬肉製造的腥肉腸 第一步,我們薯仔洗乾淨了 我們可以連皮一起做的 將它切成一個薯角 然後我們就加少許調味給它 鹽、黑椒、甜椒粉和橄欖油 然後我們在焗盤上面 也是噴少許油,防止它黏 然後把薯仔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先攪一些蒜頭 剝蒜頭就不用攪拌了 都是剝皮去 其實我自己就喜歡把它放進一個盒裡 可以是一個月餅罐或者是任何的盒都可以 就蓋上它 然後它就會脫掉皮 搞定了,然後它的皮就會脫掉出來 然後你選擇蒜頭的肉出來 就非常方便了 然後我們將蒜頭切片 不要太薄 然後我們就預備蒜蓉腸 然後我們用竹籤穿著它 然後我們就在腸上放一些赤切的痕 然後放一些蒜頭的片 現在我們就把焗爐預熱到180度 如果家裡沒有焗爐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一個平底鍋 來把它煎熟 攪了蒜頭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連薯仔一起進去焗爐裡 焗 大約焗它7至8分鐘 其實它已經非常之香脆的了 這次是蒜頭片 那些蒜頭片都不用曬的 就可以排排到 就可以排排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九層塔葉 挑選一些大片的葉 然後把它切成柚絲 怎樣把它切成柚絲呢 其實就是把它切成柚絲 然後把它切成柚絲 把它製成柚絲 將它切成很幼的條狀 這麼快就已經完成了 雖然你嗅不到 但現在整間房間都是這個腸仔的香味 接著拿出爐後 我們將蜜糖塗上腸仔 上了碟後 我們就在這些隙間 放上九層砂碎 當然還有我們的 薯角 這樣 這個 在家裡都做到燒烤效果的 九層塔蒜蓉烤腸仔 換薯角就完成了 我又沒想到 放入鍋子 我已經可以看看 那你可以不要再把烤曲子 我記得錄影嗎? 我記得錄影嗎? 這時候可以錄影嗎? 我記得錄影嗎? 我是來錄影嗎? 我記得錄影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